SW就是我们迁路式系统的一个开始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会在迁路式系统之后 我们才可以进到下一阶段的物联网 那迁路式系统里面跟传统的 比如说我们学Snap不一样的地方是 Snap不能够去控制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设备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冷气机 我们能控制它吗? 比如说我们这边可能会有空气清淨机 我们能控制它吗? 我们家里有电视 我可以用语音去把这个电视打开吗? 那么这个都是属于物联网的一些应用 但是我们在物联网之前 我们要先学所谓的迁路式系统 换句话说一个联网的迁路式系统 才可以变成一个物联网的其中的一个成员 所以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 迁路式系统的一些基础 我们这一张要介绍的是有两个硬体的板子 两个硬体 一个叫Rumo的IoT 你们手上所拿到的这一面就是Rumo IoT的一个硬体开发平台 它的开发平台上面有一颗叫Node MCU 你可以看一下中间有一颗黑黑的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天线 那个就是一个Node MCU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 所以我们这一页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的Node MCU 这是我们的IoT Rumo IoT的开发版 所以我们这一张要做什么呢? 这一张就是我们物联网 跟迁路式系统 所需要的这些技能 我们要来开始介绍 那么前面我们在前几个礼拜里面 我们大概加强的就是城市设计这一块 那城市这一块设计的做法是类似的 那只是我们用不同的城市积木区的这个城市 这是第一个不同 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转成就是迁路式系统的一个语言 那么有了这个语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下载到它的系统上去执行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现在学会了城市设计 那我们可以写游戏 我们讲那个游学员 他做得非常好 不只是上课就是有做出来 回家还有做这些Homework 同学应该有踹过 做得都还很不错 那当然你如果说还有执行家 可以做计算机 我们的那个计算机 很容易也可以用我们这个城市设计的技巧 把它做出来 就随便拿一个小算盘 就是我们这个 在我们Windows上面的小资算机 其实你设计起来都是非常容易的 用这个Event Driven的概念就非常容易了 所以城市设计呢 我们有一定的基础 可是我们现在呢 要做的是迁路式系统 迁路式系统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它有很多接角 就叫GPIO 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 那接角可以做什么呢 它可以把这个接角接到 比如说这是一个温湿度的感测器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呢 它的温度是几度 湿度是几度 如果说温度太高的时候 我们可以启动冷气 湿度太高的时候 启动除湿机 如果温度太冷的时候 我们就打开这个暖气的设备 等等之类的 首先你就是要去增测 那怎么增测呢 就透过这些接角 把这个所谓的感测器 把它衔接在一起 所以我们必须要理解 这个就是我们的维处理器 其实我们这个维处理器 它跟一般的CPU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里面呢 会有一些接角会接出来 然后会有一些内存的Flash 可以直接把你的层次烧在这里面 就像我们的Penton CPU 它就是一个CPU 它里面没有办法储存层次 所以我们这边有内存 可以来 我们英文叫Flash 我们的一些织目碟 都是用Flash技术去做的 在这颗里面有Flash 所以可以把层次存在里面 那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设一个 一个叫INIT.LUA的层次 我们说一开机的时候 我就Pow On的时候 就会执行那个程式 所以你这个设备就变成说 你就是一个迁入式系统 里面有纯程式的部分 然后一Pow On之后 某一个程式或某些程式 可以自动的Run起来 那可能就是一个温湿度的感测区 去感测我们现在的这个温度 跟湿度的质量 所以这是一个维处理器 我们要理解的 第二部分就是说 这个维处理器 跟一般的CPU不要列 它有接角 输出跟输入的接角 我们叫做 General Purpose的Input 跟Output的Pin角 那么这个Pin角 就可以去接感测器 或者是启动器 那什么是感测器 我们可以去读取它的温度质量 读取以CPU的角度来看 可以做Input的资料进来 比如说把温度读进来 把湿度读进来 现在在这个校室里面有多量 把这些物理量把它让CPU可以了解 那就可以传给人 另外的话 我们就去做控制 比如说温度太高了 我们要控制冷气机 把冷气机打开 这就是属于启动器 我们去启动一个设备 所以叫Output 我们把一个讯号 比如说High叫做启动 Law就是把0伏特关起来 所以我们就透过Input的Pin角 跟Output的Pin角 就可以来控制我们周遭的 这些感应器 跟Actuator就是启动器 感应器有哪些呢? 感测光 感测速度 感测加速器 或者是陀螺仪 侦测你的角动量 这也算了 那什么是启动器呢? 启动一个relay 或者是 启动relay就是早期的电视 都是用这个 其实现在也是 你红外线遥控器按了之后 就是启动这个relay 让电流通到你电视 然后就可以看到 所以就是启动器 风鸣器 或是LED灯 都是属于这个启动器的一部分 那什么启动? 就是把这个Pin角接到那个启动器 然后送出高电位 那个人就是启动它 输入定电位 就把它关掉 那我们也会来实做 我们今天会做LED 这个启动器 我们把LED做一闪一闪的 那接下来 我们如果说 会了这些技能之后 其实我们就要去了解 你怎么样去把这个系统把它开发出来 所以我们首先会介绍 这颗 这个板子 叫 郵票孔 叫ES-866 然后 不好 不容易开发 所以有人 就AIT的这个公司 就把它做成开发板 那就叫Node MTU 那我们中心就是把这个板子 比如说这个是温室度的感受器 这是我们的风鸣器 这是我们的鱼类 这边有一个光感 那就是把它做在里面 它就是一个叫RUMO的开发板 那什么是RUMO呢? 就是这台机器车 如果说你往这边看的话 这是这台机器车 那它这个板子 它单独 它就可以做物联网的实验 那如果说你有买这台车子的话 那么就可以控制这台车子 你用手机就可以控制这台车子 我们上次在我们的电话路里面 应该同学有看到 我们的助教就是用手机去控制这个车子 所以稍微知道一下 中间这个邮票孔的晶片 叫ASB826 我后后再解释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Node MGA 然后我们整个有一个PCB版 就是印刷电路版 这种IoT的开发板 它可以加到RUMO机器车上面 那我们也要来了解一下这个RUMO它的软硬体的平台 这个是有硬体要介绍 还有它的开发 那当然你都知道了 我们这个RUMO的开发 或者是Node MGA的开发 还是在我们的Snap这个环境底下来撰写 所以我们会利用软体平台来撰写物联网 跟迁作式系统的程式 那我们从简单的程式开始 先做简单的迁作式系统 然后之后就会进度到物雷保存的去实现 那当然就是这一章完之后呢 会有更多的章节来介绍感应器跟启动器 比如说你的植物 我们可能家里或多或少都有植物 那你有没有发现说有时候它就枯死了 因为你没有浇水 那我们怎样加这个湿度的感射器 在你的土壤里面 我们用土壤湿度感射器 那么它快干的时候呢 就可以传讯息给你 说我现在缺水了 那你就不会说让它枯死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完成整个物联网 电视系统的开发 那我们一步一步会教同学怎么去设计 所以我们这一章的蛮丰富的 我们这一章要传授Node的MGU 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它单独把它拆开的时候 你把这个拔起来的时候 它就可以去跟其他的Sensor跟Atroid 把它做间接 然后做一些迁入事情 很多互联网的应用 如果说你把它放上去的时候 它就整个就是一个开发版 所以Rumot开发版我们是先这样做 那为什么要先这样做 因为一开始我如果说教你什么接线的话 那你可能很多时间都浪费在我的PIN角 我们这每一个PIN角 怎么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跟这个温室度感受器接在一起 然后到底哪些是供应伏特的 到底哪些是Ground 到底哪些读Data 那这个是做起来就会很单位时间 另外就是你常常用面包板的话 常常插拔这个设备 也很容易把PIN角弄坏 然后就损毁了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用这种物联网开发版 直接把MicroUSB的线插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程式download到这里面 一个侦测温度 或者是让这个风鸣去唱出音乐 唱出我们写的小蜜蜂这个歌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使用 一样我们snap node.mcu这个工具 我们上面那个八个是来写程式的 来教我们写程式的 做动画的 我们想我们同学做的还真的不错 有把这个边缘把它挣扎出来 而且串过自己身体 所以就算实在 实物不会产生在这个 这个舌头或舌身的这个身上 所以应该你们都很快的就已经学会 怎么去开发游戏设计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用后面这八个 前面我讲说前面这几个呢 前面五个是做线路式系统的 后面三个是做物联网的 其实应该是说有一个是机器 两个是物联网的 一个是做机器车的 我们这边会多学一个工具 就叫Explorer ESPProler的IEE工具 关系话说我们这个东西原来是 RUN在PC上 而我们现在如果说要RUN在 这个IoT的板子上面的时候呢 我们要透过一个叫ESPProler的工具 去做除措 就是开发除措 或是下载这个程式的这个部分 在我们的这个Snap和NodeM7U 没有整合起来 所以现在这边说我们 学校程式之后呢 就会自动丢给这个地方 然后透过它的界面呢 去把它上传到这个NodeM7U 或者是这个ESB8266这边 就是我们这边会接线 这边会接USB的线 然后我们这边可能有台PC 那这个PC的资料 就可以透过这个线 把程式烧在这边 然后它就可以去读取 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检验自己 有没有了解这一颗维处理器 NodeM7U ESB8266这颗维处理器 你会不会使用这个RUMO IoT的开发平板 就是稍微 你看能不能了解这个硬体的平板 所以最主要要知道说 拼角在哪里 我们有的这个新的这个 比如说矩阵键盘 就是说有个矩阵键盘来说 我怎么样在跟这个RUMO的IoT开发板 可以把它接接起来 让它能够实现这个微波板 面板的控制 那我们要培养我们同学 使用这个Snap for NodeMCU 来开发设计 嵌注字系统 也就是使用这个NodeMCU 来开发嵌注字系统 那接下来 开发出来的东西呢 我们透过ESB Quarler 把它下载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NodeMCU 或者是这个RUMO的IoT开发板 然后可以使用这个 这个物联网的这个程式 那当然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程式的可读性 这是要养成这个好习惯 那我们就开始来介绍 这个NodeMCU NodeMCU 基本上它是有一颗叫ESB8266 就长得像这个样子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板子拿出来看 你把板子拿出来看 是不是中间有类似邮票孔大小 我们通常讲这叫邮票孔大小的 这个就是一个ESB8266 是上海热心公司所研发的一个 本身这个就是Wi-Fi 具有Wi-Fi的开发板 那它这个PIN角呢 就跟这个很有名的叫Arduino的硬底 是相容的 compatible 所以Arduino所有的SENSOR 跟H1N 基本上这个也可以吃 所以它有这个类似Arduino的GPIO 所以它可以跟现有的市面上的 非常多的感射器 或者取动器 就直接给它使用 所以这个就是ESB8266 那补充两个 就是说 那在2015年 这一颗晶片得到最佳的网路晶片 那2016年 这个热心这家公司 被一个国际很有名的 一个顾问公司叫Garner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这Garner是非常有名的 把它认为说它是叫Core Vendor Core Vendor 是一个非常有荣誉的 就是这个很难得到Core Vendor 这个抬头 然后Garner在2016年命令 就是给它Core Vendor 所以它在物联网里面 非常重要 那有下一代的晶片 叫ESB32 已经出来了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ESB8266 这ESB8266 它不容易开发 但这样的话很难开发 怎么接脚也不容易 所以有一个叫AI Thinker 他就把这个 去了解的这个Spec 然后把它做成像这个样子 那这边有一个Micro USB的接头 所以我们就可以多过这个Micro USB的接头 然后我们这边就用我们的开发工具 PC也好 然后接到这个Micro USB 我就可以把程式放到这个里面 同时这边执行的结果 也可以透过这个Micro USB 呈现在我们的电脑里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旅程 所以有这个Node MCU开发盘 之后就非常棒 这里面有什么呢? 这个板子里面 跟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是它有L1D灯 应该在这个地方有个L1D灯 在这边有个L1D灯 分门接在这个PIN角里面的D0跟D4 我们待会就可以知道说D0在哪里 D4在哪里 因为D0跟D4 我们如果把它输出高电位的时候 输出高电位的时候 可能这个L1D灯就亮 输出低电位的时候 L1D灯就不亮 所以我们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off pin角 它就连线到一根L1D灯 我们就可以知道 让它做闪烁闪的一个动作 除了D0跟D4是有接到L1D病角之外 D1到D12都可以配置成 PWM,I2C,SPI,1Y 这种各种不同的Protocol 也就是说它可以单独做Arm跟Off 之外它可以做很多 上次有讲说变频 变频的什么冷气 变频的Maga 其实就是用PWM这个方式做出来的 这个我们今天不会讲到 但是在后面的课程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风量变小 同时做省电的动作 要用变频 所以变频冷气为什么比较省电 我们就可以理解 就是要PWM的技术 那业界用很多I2C跟SPI的界面 去跟维术理机边周边把它借接在一起 那弯外用一条线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慢慢慢慢地把它普及起来 这个都是属于数位的PIN杂 那我们这个里面 唯一只有一根 读取类品资讯的 叫A0这个PIN杂 A0PIN杂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把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ESB8266 这个位置 它就是唯一的一根LPIN杂 它只有读取 一根读取的动作 没有写出去 没有写L去拿出去的 所以这个是美中比较不足的 就是说如果说有很多 这个类比的渲号要控制的时候 那么它只有一根 那显然是不行 要去做扩展才有办法 那这一根Node MCU 它本身就有一些分位 这个分位 那这个分位就可以有一个叫 Lua的Virtual Machine 所以它就可以支援 比如加瓦的Virtual Machine 那这个Lua的Virtual Machine 它是一个软件的CPU 所以可以支援 执行Lua这件事情 那我们透过Lua这个语言 这是一个Script的语言 然后我们就可以快速的 开发应用程式 那我们接下来的几周课程 会介绍Lua 但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还不用到写Lua 我们会开始看什么是Lua 所以你比较不会这么陌生 衔接起来会稍微好一点点 那这个是ESP8266的成员 它应该是说 这个卖的非常非常多 从01一代到现在应该有ESP12F 非常多的ESP成员 已经被创造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IN角 这个是我们Node的MCU 那这边有两根Button 一个叫Reset 一个叫Flash 欢家说 我们这边可以烧新的韧体 就是透过这个Flash 按着这个Flash 然后韧体就可以透过你的PC 然后连到这个MicroUSB 然后这边有4MB的Flash 就可以把它烧入在Flash里面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Flash就是烧新的 这个作业系统 即使作业系统 可以用这个Flash方式把它烧进去 另外就是说一开始 如果说乱掉的话 我们可以用硬体的按键 叫Reset 整个系统就会重新开机 它再重新开机很快 就不像 因为它里面没有Hot Disk 这个都是Flash在执行 所以它重新开机统 下次就启动起来 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边的PIN角 到底有什么功能 这边的PIN角有什么功能 所以这个就对应的 所以位置是对应 这边是对应 这边是对应 这边是对应这边 然后这边是对应这边 所以我们看这几个PIN角 所以这一根PIN角 就是叫D0的PIN角 我们说D0到D4 这五根PIN都可以用 其中D0跟D4 有衔接到LED灯 因为这个是一个LED灯 还有应该这个也是一个LED灯 所以一个D0一个D4 这应该是D0 这个是我们D0的LED灯 这一根应该是D4的LED灯 所以D0跟D4 都可以接到一个LED灯 接下来就是POWER跟GRAM 这个POWER跟GRAM 如果说没有学过基础电路设计的话 就可能觉得有点奇怪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电路里面 都要接相同的GRAM 所以假设你有一个Sensor 就假设有温室度感测器 那我们有接角 第一个是这个接角 我要了解一下说 哪些是供应POWER 我们就讲说这个是一个POWER VTT 哪个地方要接GRAM 所谓的GRAM 就是所有的Sensor的GRAM 都会接在一起 这个电位差才有意义 再来是哪些数据圈 我要去把它捕捉 所以对于这个GRAM 要接到这个PIN角 或者是这个PIN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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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面有四根PIN 都有接到GRAM 你可以用任何的地方 去接到GRAM的PIN角 然后这边呢 另外一根就是要供应电 供应电是我们红色这一块 3.3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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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就是5VT 这个有一点点比较特别的是 这根PIN角就在这个位置 比较特别的是 如果说我这边有供应电的时候 那这边供应进来是5VT 那这时候呢 这根PIN角就会当成输出 因为我这边有供应电 然后这边输去的话 就可以变成5VT 那如果说我这边没有接的话 那么这一根可以当成输入 等于是我供应5VT的 那么大概有一个GRAM 这个旁边这个是GRAM 我供应了5VT跟GRAM 那么整个旁边的 就可以让我驱动 那由外界供应5VT的 5VT的电进去就可以 这个就是 第一个是我们的POWER POWER跟GRAM的部分 我们所有的SENSOR 都要提供POWER 3.3VT或者是5VT 那所有的SENSOR 都要供地 我们这边有四个GRAM 让我们去连结在一起 它就算共定 这样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D5到D10 这样 D5到D10 然后稍微记住一下D9、D10 同时又接到TX、RX 那这个TX、RX 换句话说 我在稍入程式的时候 我们从这边 把这个 透过它的TX、RX 我们把程式 稍入在这个地方 那既然我们是稍入在这个地方 而且它整个结果 也会回传到我们的中端节里面 那么这边被用的时候 那你就不能拿来写程式 因为你如果说 你又接了这个是有功能的 可是这两个讯号 又要接到我们的电脑 那我们电脑看起来就怪怪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 这两根拼角 平常是不用的 所以用到D0到D8 所以这边有9根拼角 是会用到的 D9跟D10 我们通常就是透过这个 这个晶片 这边叫做USB 转COMBO 同时在转COMBO的时候 讯号线也被 被改变 从这外面是5V 那出去到这里 进到这里面是3.3V 这个是有一个regulator 去做改变的方式 那接下来这两根拼角 就是可以用Brown跟3.3V 那从这边看 这根就是我们的ADC 就是A0那个点 我们通过这个点 可以去借接 这个类比的电路 MR就是类比的电路 类比的电路 类比的电路的资料 就可以把它图进来 中间这两根是没有用 接下来这根就是我们的D12 虽然没有写 但是就是我们的D12 所以说算不软D4根 所以这边等于1到4 然后5到8 还有这个D12 可以任意使用 比如说 我们应该说 这一根有10根拼角 你爱怎么用都怎么用 没有什么问题 那D9、D10 一定要当 就是说 没有衔接 没有要GitBug的时候 那么把D9、D10 就规划成 一般的GGR 就是UR的界面 那我们就可以来使用 但是如果说你在除错的时候 有用到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就没有用 那接下来这边呢 就是说 做SPI的这个动作 然后这边是做I2C的 这个是SPI的 然后这SPI里面 这个选择项可以比较多而已 那接下来这边就是Grub 跟Power 这个也是一样 提供3.3伏特跟Grub 它每一根拼角 推出去的电流都是有限的 所以你不能够说 100万的这个 大家都借到这一根 还是撑不住的 所以我们当然要分散这个电 这边分一点 这边分一点 给的地方 别的CPU去分一点 那接下来这边也都很少用 就是 PowerGrub Enable跟Reset Reset就借到这根拼角 Enable就是一开机的时候 这边会有一个Default的这个值 这个 那你要重新开机 也是要去Enable 这个chip 这样 Enable 我们大概用的机会也不太棒 然后就Reset键 Reset键就是借这个刚才讲的 所以你有空的这个 如果说有按了之后 然后它不会中止 或者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 就在把Reset键没有作对 那接下来就是Grub 跟WeIn 所以我们说供应电有两个模式 第一个就直接从这边 供应你这个AC的电路 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运作 那第二个方法供应电 就是这边没有供应电 但是呢 这边呢有接到伍特的 然后到你这个Grub 伍特的电跟Grub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来源 就是电位的来源 那这个电位的来源 这个是外界进到5伏特 然后这边发射出去的 都是3.3伏特 那如果说你要看这个PIN找的话 这边有一些 这个叫Lay Jam 就是规格 所以这个黄色这边呢 是5伏特 那当这边没接的时候 那么它就可以当Input 把这个外面的电压 把它送进来 这个红色的是3.3 这边这边这边 所以你有一个Sensor 你就要把这个3.3伏特 接到它的一边 另外一边接你 然后中间去做解读的动作 那3.3跟Grub 刚刚也有讲过 接下来就是这个GPIO 这边的GPIO应该是 Node 不是Node 这个ES Expresso 它的开机的时候 这个PIN角的命名 这个是GPIO16 GPIO0 所以这有一堆PIN角 那么我们的 Lua的PIN角固定成这样 D0到D10 这样 然后这边就是又再继续 好 那这边讲做什么呢 就是 可以接到我们的很多感色器 有哪些感色器呢 我们有光照 所以如果说你待会拿起来 在我们这片板子里面的 白色这个是我们的温室度感色器 然后旁边有一颗 有这个光明 我们叫光明片 有点像这个样子 就可以来真色的光 有人真色的光 那我们往后的课程里面 也都会用到 这个是比较阳春的温室度感色器 我们的这个白色这个温室度感色器 非常灵敏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贵的 这个温室度的感色器 那这个温度跟湿度是分开来计算的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波杯 来测这个风速 那这个我们上次在我们中间里面有看过 然后这可以测气压 这是两个孔 然后大气压力有什么变化 我们测到气压这样 这边也可以感色风向 然后这个感色压力的感色器 比如说我们要做点灵 这个班上现在来几个人 我如果说屁股里面有一个或多个 这个压力的感色器 那我们就很知道说 可以知道说 现在有没有人进来 然后它是要进去的位置 电子裸盘 就是有用力 这边有用力指到北边 所以是电子裸盘 这是电子裸盘 这个陀罗仪 陀罗仪 我们在高速旋转有一个角洞亮点 所以我们这一根 在高速旋转 在一个绳子上面也不会亮起来 超音波 我们生小孩的时候都会造超音波 或者是做体检的时候 会去造超音波 看我们有没有一些不好的器官 或转流的 然后三轴加速路径 然后三轴加速路径 就是说 你早期玩Wii Wii这个影片 它其实就是做三轴的加速路径 情调的 比如说你挥棒这件事情 或者打桌球过去这件事情 力道到底多强 就是看这个居身色到底多强 刚才是要感知 感知我们环境的 所以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叫做Input Devices 我们以我们的维处仪器 Micro processor做为中心 它要去读取资料进来的 就是叫Input Devices 这个就是叫Sensor 就是被感应 被感应 这是我们的Sensor H-ray就是我们的CPU 然后发出命令给某一个Actuate 然后就请它去单班同些事情 那Actuate就是像这个 有哪些呢? 我们会做到LED灯 让它闪烁闪烁 那我就可以知道它正常不正常 然后风鸣器或喇叭 我们可以看在我们这个板子里面 有一个白白的风鸣器 我们先来把它接上去好了 你会听到声音 比如说我把这个板子 我们先看怎么去接好 你就把这个 有一个黑色的Micro USB的线 把它接起来 对 就像这样把它接起来 这样 这样把它接起来 OK 然后呢 你插入 待会插到我们的电脑上面的USB 那这一颗会叫 OK 那你先把它拔起来 我告诉你 我让它不要这样 你先把它插上去 没有叫代表你东西坏掉了 因为叫 没有叫代表坏掉了 那你可以把它太早 再把它收起来 这就是一个驱动 比如说有人 有坏人来了 是不是要想一下 对不对 让这个怪人觉得说 好像就是有警告有迟到 让他不要进来 所以这个有这一颗黑黑的 但是上面有一张白色贴纸的 就是叫封面器 好 先暂时把它拔起来 我们当然会知道 将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怎么样让它不会掉 还有就是我们这边 常常用到所谓的马达这件事情 马达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动窗帘 就是有个马达把它卷起来 你家里有这个铁卷门 也是马达把它卷起来 那或者是我们这个 四旋翼的或者是机器 我们这边有一台这个 这个机器车 那也是透过马达 去做这个 让这个车子可以跑得很快 那relate relate就是用 无所不在 我们这个冷气机的 能够做它开跟关 其实就是relate relate就是让 用电子式的方式 或者让电导通或者不导通 当它导通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运作 不导通的时候 它就没有运作 接下来电子法 电子法其实就是一种 比较特别的relate 那这个relate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让中间 这边有一个 那是水管的东西 所以我可以控制油 比如说我们不是说 俄罗斯有些石油管 可以通到欧洲 或者给我卖到中国大陆 就通过这个电子法 这电子法 送过训绕给它的时候 那这个就会打开 水就会流通 或者气体 比如说我们家中的瓦斯 也是类似这种电子法 但是我们家中的是手动的 比如说你去看你的瓦斯管 有一根是可以把它悬过来 然后瓦斯就融进来 然后把它打开 瓦斯就通了 你就顺着它 那瓦斯就会进来 那如果说火灾怎么办 已经有火灾了 你是不是应该要有这个电子法 自动把瓦斯关起来 所以使得这个瓦斯 不会让你的火变得更大 所以这个电子法也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要做个自卫咖啡机 自卫咖啡机要自动注水 那这个水控制也是可以透过这个电子法 然后让这个水出来 那记住电子法有两种 一种是实用级的电子法 实用级的电子法就是过来这个水 当然就是没有污染 这是高级桶就是没有污染 那灌钙用的 比如说你看灌钙不是灑水系统 早上起来不是有啪一声就会有灑水的那个 它也是一个电子法 但是它这个就不需要到实用等级的电子法 相对来讲就便宜 这种小小的实用等级 大概就要1200块钱 可是如果灑水系统的话 大概1200块钱而已 然后这也是驱动 确一个它 就叫Actuate的 可以去确一个针钩 你可能就赚得到或干嘛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NodeMCE法维处理器去控制这些东西 让它叫 让它各种不同灯散烁 然后去让这个电流通过 然后就可以使用类似这样子的功能 就叫Actuate 所以我们输出讯号 来控制环境的一些设备 比如说我们就透过冷气 冷气的Relay 它冷气就会 真正有人的时候 灯就自动打开 自为灯光 那接下来就有点 就要进到我们的这个硬体规格 那我们说 NodeMCE的最底层就是这一颗 这个叫邮票孔的 这个我们又会讲说叫SoC 单晶片的这个系统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线 这个天线 然后这边如果打开的话 主要有两颗 两颗 一颗就是4MB的 把它放片 好像把它放片长得蛮凶的 4MB的Flash 4MB的Flash 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东西 可以存4MB的Flash的容量 所以那程式是在怕到 我都放到 都还没有放超过1MB 所以你的程式点放非常多 然后另外那颗是什么 那个就是叫微阻力器 Micro processor 在Micro processor里面 直接过来看这边 第一个是这一颗 它限制比较严格 我一定要用3.3伏特的 你用5伏特的就会把它烧坏 可是你会问我说 大老师你不是刚才讲说 这个是5伏特吗 这5伏特电进来 这5伏特电进来 对不对 那不用担心 它这边有一些镜片 这边有一个镜片 这应该是Regulator 它就把它降压到3.3伏特 然后再供应它 所以这边虽然是5伏特 这边虽然是5伏特 也可以供应出去 也可以进来 当供应整个电 但是这边的电路 就是AI Thinker 它把它转成85伏特 转成3.3伏特 然后再进到这边 那你用的电流 大概215ma 不能够说它是low power 这个东西不算low power 因为它随时在用的电流 电流用的不小 那什么叫low power 就是Michael Unplay 这种low power 然后CPU 它是很赞的 32bit 的CPU 那里面可以跑80 或160 你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跑到160 这样 那不然普通速度就是80 80 160都可以过 那是阿里加 叫Tensilica 这是被Cadence 买过去的 Cadence 是一个很有名的 做晶片设计里面 很重要的加工资 你把Tensilica 满下来了 Tensilica 里面的东西 你可以自己克制 你的CPU长得怎么样子 你要有low power 哪些加速的硬体 硬体有指令 都可以自己去电脑上面勾选 自动被放在CPU 产生出来 所以CPU已经有了 那接下来这个无学处理器里面 又有所谓的ROM跟RAM ROM是什么呢 ROM就是它的Pull ROM 就是我们一开机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些Pull Loader 把整个即使做系统 把它启动起来 那就会烧在64K的Pull ROM里面 然后Pull ROM之后 即使做系统起来 我们就可以ROM的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就会有64K的instruction的RAM 就是我们的Program 放在64K里面 然后我们会使用到某些资料 是96K的DRAM 所以这看起来不够多 但是比常用到的Arduino 是大概多了 Arduino大概只有4K左右的RAM的大小 然后也只能放一个Program 然后不能够 有些有到16K的卖 然后它不能够 没有4MB的Flash 可以出售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它只能ROM单一的程式 Arduino只能ROM单一程式 我们这边可以ROM multiple程式 那我们的CPU是32Bin Arduino的CPU 是NML Parkin的CPU 所以整个效能上面是差很多 它也没有35bit的乘法跟加法 8bit跟16bit的乘法跟加法 刚才讲说这里面有两颗 一颗就是维处理器 这些内容都是在维处理器里面 另外一颗就是Flash 滑芒店的四媒卡的Flash 是用Tobo SPI 两边可以做过 那做什么用呢? 就把即时座位系统把它放到这里面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放我们的应用程式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下载很多程式 到4MB的Flash里面 另外就是比较厉害的是 Arduino最大的可以购病 就是它没有所谓的Wi-Fi 那这颗晶片最早也是看到商机 很多用Arduino 但是Wi-Fi非常贵 一颗Wi-Fi就两三千块钱 以前叫VN Network的Wi-Fi 非常非常贵 所以他就想说 那我做一个比较便宜的 给Arduino用 后来发现说 干脆就取代Arduino 所以它比Arduino还更强 32bit,Arduino才8分而已 所以他就想直接把它取代掉 所以他同时能够使用Wi-Fi 还有802.11 BGN 都支援 然后里面是用2.4GB 这是免费的频段 里面可以设做AP 就是做Access Point 也可以做Client 所谓做Client就是 它会连AP再出去 同时也可以做AP加Station 所以这三种梦 在这个小小的晶片都有提供 不只这样 硬体里面有Timer 这Timer非常重要 我们后面就会用到 我们说写回圈 那我们若写回圈 每一秒钟要闪烁一次 比如说 这颗L1灯每一秒的时候要亮 三秒的时候不要亮 或者是说 每0.5秒的时候亮 0.1秒 0.5秒的时候不亮 那么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要精准的每1秒钟做一次 也是回圈 就可以透过所谓Timer 它有7个Timer 我可以设定说 每1秒钟的时候 这个Timer醒来一次 然后执行 我们叫它执行的程式 这样的话就是很精准的 有个精准的回圈 然后每多少时间 比如说每1分钟 每1秒钟就闪烁一次 就是这样 为了省电 它也有提供Deep Sleep Mode Deep Sleep Mode 大概就只有 大概50μA左右 就是10-50μA左右 我觉得它没有在Sleep的时候 它非常耗电 215μA 然后这个是MicroA 所以是小很多的 你要征送 它有Ztec 这个Debug 可以让你去把里面的信号 读出来 当然讲说有多的GPIO 有13个GPIO 我们讲说只有D0到D8 还有D12 可以使用 所以 D9 D10 是用在UR 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电脑沟通 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电脑沟通 必须要用UR去沟通 然后 D11 它会接到Reset 所以 你UMP跟ON 设定好 它就Reset自己 所以 只有真正可以任意使用 D0到D8 就是有9更 还有D12 另外就是说 这些里面 除了D0 PIN角式外 D1到D12 都可以使用PWM 然后UR I2C SPI ADC 就只有1根而已 上面 刚才有 这个应该是把它挂掉 应该是没有 GAME ADC 它基本上是没有 类比的输出阶架 没有Allog output 只有一根 SSPIN的 所以SSPIN你读进来 就是0到10 读到值0到1023 这个我们会用到 所以0到1023 SSPIN的内容 我们常常会用到 这个是属于 从外界把资料读进来 比如把光读进来 然后就介于0到1023之间 那我们来解读说 这个光度有多少 这是有一根L的变长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稍微介绍硬体 之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分位 跟受位的部分 那硬体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是 老实讲 都蛮现成的 我们当然 就不会说自己做PCB板 不然的话 这个也是蛮现成的 那这个是耗位的部分 分位就是我们的即时作为系统 就是这一块橘红色这一块 那里面就是即时作为系统 包含什么呢 有SPIFF的FINE SYSTEM 这就是有点像 早期DOS的FINE SYSTEM 是类似的 所以它有一个DOS的FINE SYSTEM 里面有4MB可以去使用 然后程式码就可以放进去 大概我们就可以看到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们硬体里面有WIFI 这块是WIFI 虽然它有WIFI的SOWWAYSTACK 所以 所有WIFI的功能它都支援 支援UDP 支援PCP 然后也可以 它可以当AP 我们刚刚看过 也可以当station 去连别人的 也可以同时当AP 然后加station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LuaVirtual Machine 所以我们上面 这个application里面 这一个都是用Lua写出来的 底层这边是用C写出来的 C或C站加码 一般是C C写出来的 所以重要的功能 就是在即时作为系统提供的 但是我们提供给更高阶的API 就是J API就是 比如说我们说print 我们把东西 要把它印出来 print something 这就是一个API 比如说它里面有很多API 让我们来使用 使用到这个Ccode 即时作为系统阻机工的功能 我们中心多了一些什么 多了一个对 在我们这个氛围里面 我们加了一些对物理网的资源 比如说MQTT 跟CoreApp的资源 第二个就是说 物理网机板一个设备要连的时候 你都要去做设定 那很麻烦 所以我们中心又加了一个叫自动连线的机制 SIRT就是我们中心 Smart Internet of Things R&D Center 然后我们也可以对它做remote update 所以很多功能都是我们自己 把物理网的标准 把它放到这个氛围里面 所以 你虽然可以去改氛围 但是我建议不要去改 不然物理网的功能就会没有 所以它可以用来做物理网 这个可以用在物理网的application 或者用千路式系统的application 我们先介绍千路式系统 然后在第三阶段会介绍物理网的应用 它的开发是写什么呢? 就写Lua的语言 Lua是一个 这个语言最早就是用来设计 有玩过Angry Bird吗? 之前几年是非常流行的 Angry Bird就是用Lua语言写出来的 应该是瑞典吗? 他们用Lua很快就把词词写出来 那你看看 我们用Snap是不是很快就把词词写出来 另外就是有听过魔兽世界吗? 魔兽世界也是用这个语言写出来的 所以这个Lua语言 它在Minus的环境底下用的非常多 另外就是在游戏产业里面用的非常多 那最早当然不是用在游戏 请最早是真正应用巴西石油公司 委托巴西的一个店主教大学 然后请它开发出Lua的这个语言 那我们的Node MCU 不是说有一个Lua的Virtual Machine吗? 所谓的Virtual Machine 就可以想成是个软件的CPU Soft的CPU 换句话说它可以看得懂Lua的语法 然后去执行它 所以叫Lua的Screen 一个脚本语言 那这个Lua的程式 Lua的CPU Lua的CPU 看得懂 所以它就可以执行 所以写Lua的程式 就相对的简单了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把Lua的语言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Lua语言 然后我们这有些block 那我们中间就透过编译的平台 我们还是一样拉block 然后通过编译的平台转成Lua 所以我们会来看Lua的程式 我们会看我们block的程式 也看Lua的程式 那接下来好几个礼拜 另外由包教授会介绍比较详细的Lua的写法 就比较像程式语言的 传统的程式语言 我们就拉 所以应该比较没有困难度 然后可以做出很丰富的东西 可是你用这个传统的Standard的话 你的Ever就非常非常大 你要写出Lua就像我们探死舍 我觉得你们学一年 应该还是写不出探死舍 不是你们 一般的志工序的人也写不出来 所以你看这个难度有多少 block的意思算是比较容易一些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 Compiler编译器 或者是叫Translator 会把这个block的东西转成Lua语言 当然不止Lua语言 我们可以转成JavaScript 转成Python或其他的音源都可以 这个是我们第一阶段 介绍这边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 这个我怎么去开发呢? 我当然不能够直接去对它开发 没有萤幕、没有什么东西的 所以我们通常就有一个叫做 host 的环境 这个主机的环境 然后呢,戒接 怎么戒接? 刚才不会听到声音吗?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东西接进来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通过MicroUSB的线 然后跟它沟通 其实这个MicroUSB 这边是USB没有错 但是这边不是有黑色的晶片吗? 那个就是USB的讯号 会转成USB的讯号 会转成UR的讯号 就是RSSR的讯号 那这边呢 就会接到 刚才讲不是有D9跟D10吗? D9、D10就刚好是UTX、RX 就UR的两个讯号 当然有些人对什么是UR 不是很清楚吗? 我先这样暂时带过去 是个非常重要 用两条线 都可以互相传送资料的方法 但是这个UR在我们电脑上没有 电脑上只有USB 所以这边就加了一个 把UR转成USB的 所以我这个MicroUSB 就可以把讯号 然后截取在你的电脑上面 那你要这个讯号 这个讯号一定要在这边 RUNCHK的话 都要换所谓的DRIVER USB GTL这个DRIVER 其实就是USB转移号的DRIVER 所以它本身USB 怎么会看成是COMPO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DRIVER 去读它 那因为这个晶片有两大类 看你拿到晶片 这个晶片很可能用的是CH CH341或者是CP210X的 应该是2102的晶片 所以你会灌不同的 通常这两个都几乎内建 也就是说你随差其用 你擦完之后 它自己会找这个DRIVER 灌在你的电脑里面 会找这个DRIVER 灌到你的电脑里面 那万一没有的话 你就来这两个地方去 把这个DRIVER 就是这个可知新档 然后RUN完之后 就会出现这个内容 那什么是DRIVER 那什么是DRIVER 这件事情呢? 我也许可以先 是不是下课时间到了? 有量身吗?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 首先要有DRIVER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设备 包括说怎么知道它有DRIVER 这些事情呢? 如果说你是Windows Win10的话 这边就有一个按键 它里面有一个叫装置管理员 装置管理员 在哪里? 应该就在装置里面 装置管理员 我先把这个网头找 算了 我用传统的方式进去好了 你首先呢 就找到一个档案中管 在档案中管里面的本机 按右键 然后按内容 就会出现 第一个就是装置管理员 装置管理员 就是看到了我们的装置 里面有一个COMHOLE 你看 这就是我现在接到的 就是叫CP210X的设备 就是我现在有接上去 我如果说再接一个进去 也许就不是CP210X 我们就接 这个线到WALK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条线 那我把它接 这个不好意思 我还是在那边叫 你来忍受我一下 你们先不用接 不然你们也会很吵 这个装置管理员 这边应该会出现 这应该会出现 如果没有出现的话 就代表可能它的 那个什么 这个线有问题 我放一条线 充电没问题 但是这个是 有问题 你们先不要接 太吵了 我就把它接上去之后 那我这边会叫 待会再教同学什么 把他不会叫 先教好了 我先再看一下它出来 KINGDONG DONG DONG 你看这就有 所以这两边都是210X 210X 有时候会CH341或340 注意这个COMBO很重要 COM3跟COM7一定要知道 待会我们要跟它沟通 比如说我们大家可以用这个COMG 来沟通 我们现在把它Refresh 然后看有3跟7 我到底要连3还是连7 我可以开两台 开两个这个东西 一个连3一个连7 这样 我们先来怎么样去把这个声音把它去掉 我先把它拔起来 让同学口水看一下 其实直接用一张图 应该下一张图先做吧 我们拿到的是正面 正面应该是这个的相反 应该是从这边看过来也算正面 那这边不是有很多叫Jumper的东西吗 这有一群Jumper 那这个Jumper里面的地 从这边算过去 应该是红色吧 红色这个地方叫风鸣器 风鸣器 那先把风鸣器 应该是J根 D12J根 把风鸣器 应该是红色吧 是每根都红色 把它放在防呆的 就放到这边来 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不好按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把J根拔下来 这根拔下来 然后J根再插到这边 这样 你们可以开始做 开始做完之后 你可以先把A0拔下来 然后再拔红色那根 会比较好拔 然后放在倒数 倒数那两根里面 放倒数那两根里面 然后你再插到你的电脑 就不会叫了 然后你可以去你的装置管理员去看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设备 这样 我就再把它插上去 插上去 那应该我的就不会叫 你们应该也不会叫 OK 那我待会就转给同学 你去看一下 我在讲识在哪里 首先我们去任何的 任何的Windows底下 然后它的本机端 按右键 按右键 然后内容 内容里面就有装置管理员 寻找Compone 你这边有没有一个叫Silicon Lab CP210X 然后抗起这样 如果有的话 那待会就可以写程式 没有的话你要举手 OK 好我们先来请同学做一下 如果它有声音的话 代表你也是错的 我们说这个设备 如果说要被这个电脑所能够access的话 那么它必须在这个电脑上面看得到它 那么我们刚才讲说 透过装置管理员的Comp 跟Ninepore 看看有没有出现CP210X 跟CH31 如果有的话代表是 而且你要记住你是Comp 我看好像大部分都是Comp式 如果不是Comp式 你就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好 那么另外就是说 我们这个程式也可以去下载自己的Flash 你如果说我们中间 假设我们学员有些很先进的 想要去改那个氛围 你可以去修改氛围 然后透过No MCU Flash 去烧录你自己的 比如你自己是要卖钱的 然后你把你的程式烧进去 独一无二的程式 你这样也可以 可以透过NodeH的Flash 去订阅你自己写的RTOS 还有加上运用 这个部分我们不要做 我们书上有 但是请同学不要做 做完之后更麻烦 你就剩下的物联网的功能就没有了 所以不要去烧Flash 你要找别科去烧 不要用这科去烧 接下来我们的开发工具 就是Explorer跟Snap for NodeMCU 待会我们要去下载一下 刚才讲过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在教程式语言用到的 Snap for NodeMCU 所以环境大家都熟 我们今天就要讲说 我们从这个环境怎么样把程式 自动的写完程式 然后汇到这个里面 然后再上传到这个 从这个程式上传过来 这里面 然后去执行 然后可以看到它执行的结果 这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开发感是这个样子 刚才有讲说把这个红色的 这一根放到第二根 第二根是空间 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我们这样看这个是正面 所以你每次都是要这样看 所以 这边有D0到D12到D8 我们刚才讲说 9跟10是TXRX 9跟10这边写TXRX 所以TXRX是接到这个地方来的 透过这个晶片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讯号 转成USB的讯号 然后传给电脑 我们电脑送的命令 也可以透过TXRX 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晶片里面 所以TXRX 如果说你在除错的时候 一定不能用 所以我们这边就只列出D0到D8 然后D12 D11就是刚才讲接到VSRX 所以这接脚我们都把它引出来 所以你比较好容易做 接脚引出来的话 就代表说 我们这边有一大堆感应器跟启动器 那么你把这些都拔掉的话 就是都不连结 我可能就是说 我自己有自己要接的东西 我们不要接这个板子里面的 就把每一根拔掉就好了 不然就要说 这样代表接通 我来讲一下这个 这是我们叫Jumper的东西 然后我们如果说把这两个呢 这个叫短路帽 就是它这里面有铜箔 你把它放上去的时候 这两边就接通了 所以我们这个电路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一边这些线呢 是接到我们这边的电路 然后这边的 这个NodeMCU的这个PIN角呢 是接到上面这边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Jumper 把它放上去的时候 两PIN跨接的时候 代表说我们NodeMCU 直接可以使用到这些Sensor跟HRX 我们把它拔掉就没有 所以我们把它拔掉 这个把它拔掉了 对不对 不会叫 为什么不会叫 因为我这边跟这个 就没有连接在一起 就不会叫 OK 所以拔掉的原因 那你要 如果说你Jumper要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就从这一根把它拔回来 把它插进去 这边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测这个蜂蜜性 然后这个最好不要拔 因为这盖起来 就是比较不会那么长 这个是个贴纸 你不要把它拔下来 拔下来就真的会很吵很吵很吵 好 那我稍微来介绍一下 我们先 这张图 我们先 以后还会再过来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会用到的是什么 会用到的 第一个就是温湿度的感色器 温湿度的感色器 它是接在P7 也就是J跟PIN角一定要接上 好 那这个Relay就是D8 所以这是D8是Relay 然后D12是风铃器 是这一个 然后A0是光感 这个是光感 这样 那这个是温湿度的感色器 好的 D7是温湿度的感色器 然后风铃器 然后这个光感 还有Relay 我们就接这几样 然后我们注意看一下 那J跟J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里面有两个LED灯 这边有一个LED灯 这也是D0 所以我们D0 其实有接到LED灯1 这样子 它有个D4 D4也是LED灯 应该是 看起来是J跟LED灯 所以它里面有D0跟D4 两根LED灯 我们可以来除错 比如说我们发现说 电路怎么不我格 你又没有Display被看 就看 就把这个接到D4看看 接到D1看看 看看会不会闪烁 所以我们说 我们有没有自动连线到我们的夹道器 如果说这边在闪烁 闪烁就代表说它没有连线上 最后如果闪烁停止的时候 那代表说它有连线上 这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除错 那我们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全部拔掉之后 把它拔掉之后 它其实就提供了弓的接角 这边就提供弓的接角 那我们可以透过 某的度方线 这是我们的度方线 我们的维处理器 跟我们的Sensor之间 可以透过三种度方线 一个是某对某 某对某就是你的是针角的Sensor 另外一端也是针角 那我们就可以用某对某的方式 那某对某 一端是某的 一端是某的 我们就可以用某对某的 那如果是某对某 就是某的跟某的 那一般的面包板就是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弄的银器如果插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是面包板 这也是面包板的线 所以我可以用某对某把它插起来 所以我这个维处理器 跟我这个Sensor 就透过弓对弓的把它接在一起 所以我们这边都有提供不同的 弓对弓、某对某 还有就是弓对某 这不同的这个讯号线 你们就可以使用它 好 那Keypad这边呢 我们后面再来看 Keypad需要8根定角 我们使用B1到8 那后面再来看一下 好 那某座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注意看一下你的设备 那个某座就是我们用工头 可以放进去的 然后我们也有提供工作 如果说你的东西是需要工作 你就全部拔下来之后 这边提供某座的接角 这边提供工作的接角 那你看到是什么样子 那这边两边是相连的 比如说这边是D0 跟这个D0是相连的 D1跟这边的D1是相连的 所以你E2接在这里 跟接在这里是一样的 它有一个线是接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个母座 那另外那边 这个也是母座 最外面这是A2 这两根没有用 那第4根是D12 也是母座接角 那么这个A0在哪里 A0跟柯英在这里 这两根是接在一起的 然后D12是哪一个 D12是这一个 接到风鸣器 这样 所以它是有衔接的 那这一根就接到风鸣器 接到这个风鸣器这边 那另外就是 这边有上排的Jumper 跟下排的Jumper 那下排这个Jumper 就是跟我们的Sensor 跟Actual的连在一起 那上排这些Sensor 就直接跟我们这个 就是这个GVIO的PIN角 直接接在一起 那大致讲到这边 然后我们说 这个是可以 操作这个机器车的 所以机器车里面 可以控制马达的 是这四根PIN 第一到第四 那里面其实也有GYRO 也有什么 这些 红外线的 这个避障的功能 就可以透过RUMO RUMO 这叫I2C的介面 把它读取出来 那这个是后面 我们看看有没有时间讲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不会利用到 这个机器车 但是我们会带几台 让做完的同学 可以有时间试看看 那所以你的动作比较快了 你就可以玩到机器车 那动作比较慢的 就可能就把我们的 这个实验的东西做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接角 这个接角是要来接Sensor 那一开始接 可能同学会手忙脚乱 所以我们就开发出一个 物联网板子 你就不用接了 你就把这个放上去 就可以开发了 那唯一要知道的就是说 风银器是在D12 然后寄电器是D8 然后这个温度是D7 这样就可以了 D7 D8 D12 还有就是光的感受器是接到A0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 会用到这两个工具 最后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做电路的设计 电路设计有一个免费的叫Physic Tool 那我们在正规的课程里面是有介绍的 但是我们这个基础的课程里面就不介绍了 我们就直接介绍了怎么接 那有些东西你接好了 那有些东西就要杜邦县把它接起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一个设计 那另外就是杜邦县里面呢 也有这种叫做杜邦县的插针 那这样插针就可以插到密包板上面 给它提供这个处处的这个针 就是工作的这个针脚 我们其实有用到的 这就是杜邦县的插针 提供工作的这一张 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来介绍一下 这个面包板这件事情 我们可能就暂时先把它放着 我们短时间还不会来做面包板 所以等于是我们后面过程当中 用到比较多的SENSOR MATURE的时候 才会使用面包板 那基本上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 上面这边就是POWER跟GROUND 那通往会有颜色 那那个红色的部分就是接POWER 然后黑色的部分就是接GROUND 另外就是说 我们这个直排的 这个是连结在一起的 这五个孔是转路的 那这边跟这边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写间 所以我们针脚都要这样插进去 不能够插这样子的 因为这样就代表短过位置 所以这个是我们后面再来解释 这个面包板这件事情 我们就要来实作 那我们讲说我们从工具里面去执行这个 这叫web的工具 所以不用下载 这个不用下载 所以看起来就是像这样子 那我们前面的课程就介绍这八个 那我们今天就要介绍这八个 可是应该是会介绍到SENSOR,ACTUATE,NodeMCU跟网路 后面这四个 可能在进阶课程里面会讲到 这个东西跟连来什么不一样呢? 当然我们拖拉的是从这边拖拉过来的 所以我们这边要解释一下这个程式计目在做什么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这边要把它放在一个编译的block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转移成 这是LUA的语言 就是LU 上次讲说一个等号是等 还是两个等号是等 还是三个等号是等 这个是在我们程式语言都有看过 所谓的等是这边跟这边相等 最有这三等不同的 那还有什么EQO 还有什么EQO2 这些各种不同的高阶的语言都有 所以等号这件事情是很困扰 另外就是不等 不等又更多 不等就是比如那EQO 然后这个是C的不等 有些我们这边的不等 是波浪符号在讲这个 所以光不等的话有太多种不等 所以也就是说记这个语法是很讨厌的 每一种语言要记字 它每一个都不一样 学程式语言最讨厌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把这个积木拉过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成这个 可以准备成什么语言呢? LUA的语言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几周就学习LUA语言 我们可以转成人工智慧的语言 这里有那么样的工智慧 Python 或者是一般写系统 C C 可以做不同的程式的转换 今天要讲的就是Sensor Activator NodeNGU 跟网路 我们让同学可以连到我们的网际网路 这是我们的程式 这就是第一个Hallower 我们在NodeNGU Hallower就是让我们做闪烁的动作 我们先来看这个积木在做什么 我们待会再来一个LUV 所以首先拿到一个NodeNGU 我们说D0跟D4 D0跟D4它是有LED灯 我们要让其中的一根亮 假设说我们用D0 我们D0那是LED灯 所以要把D0这根Python设为Output Output我才可以说它是0还是1 那可能是0的时候亮 可能是1的时候亮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这就是在牵扯到我们电路里面 有一个叫Active High 还是Active Law 那一般讲Active Law的时候 就是说你给它0的时候 聊1这个亮 Active High的时候 给它1的时候会亮 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要记录 现在是亮还是暗 所以下一个阶段要把它变成 如果说是0的话 那要下阶段把它变成1 所以亮暗要把它分开 所以用一个变数 这只是我们讲一个变数 把它指设为0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回圈 这个回圈比较特别 这个是精准回圈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有7个硬体的计时器 那这个计时器都可以规范说 我多久的时候要执行这个内容一次 所以它就是一个无穷的回圈 这个自己会做 也可以只做一次 那这个无穷的回圈 然后这什么时候会做呢? 它会等这个时间到 比如说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一秒钟到了 它就开始执行这个 简单看看 那你现在有一张指是什么? 是0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指设为high 然后先把它设为1 然后就出去了 然后又开始等等等等等 等到一秒钟就过去之后呢? 那现在是1了 所以这1就不会对 我就把它变回后 然后就把这个设为0 所以每一秒钟亮 每一秒钟亮 每一秒钟就暗 这就是我们的程式 只是我们把那个回圈 改成这个计时器 多少时间就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设500 如果设500的话 它闪烁的频率是多少? 等于是1秒钟里面亮暗 对不对?一次 我如果说设1秒钟 1秒钟亮 1秒钟暗 所以它的速度 它的速度就变不快 频率就降快了 我们可以来试看看 那要试之前 我们要先下载这个工具 所以在一样我们的工具里面 你要去下载 ESProller 这个动作 那好像是我们的桌面 好像都已经有了 如果没有的话 记住到IoT.GT.0.DW 里面的工具 然后在下载工具里面的最下面一个 叫ESProller 把它下载到桌面 那如果有的话 就直接点选 如果没有的话 就去下载这个ESProller 我们先做这个动作 把这个下载 然后放到桌面 然后每一次来就 double click 那你可以 假设你有两个板子 你可以create两个 像我这边 你看我这边有两个板子 所以我这边可以启动两个 你看我这边有 这边暂停的话 这边有两个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说这个就连三 然后我再开一个 然后连有七 这样子 那两个都可以同时开发 我做两个的 让同学看一下 因为大概我们把程式下载进去的时候 这两个都会同时做 这样子 好 我再 不好意思 我先 我们 double click 那就可以出现这个画面 就是出现这个 ESProller 这个工具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做什么用的呢 第一个是我们如果不用我们的 Snap Node MCU 直接就可以在这边开发 我们就直接写 但是 它是Lua的语言 所以你必须要记语义法 这样子 比如说 camer 语法很困难 对不对 其实老师也记不住 我都是希望说用这个 blockly 去避免去写这个语义法 if else 要if lain 然后else n 这个也很难记 所以我通通就是直接 就委任我们自己的工具 去做compilation就可以了 这样子 所以首先就是 这边可以开发 那不开发也可以 所以我们如果下载完之后 我们就双击 double click 这个 esp.clam 或者是esp.jump 应该现在是这个 esp.jump 这个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 那所以 首先我们会做的事情 应该是一步 ok 那这一部分 就这边我们可以来写程式 那自己会有所谓的co-complete 我不知道说你们这个设定 我的是wins 那control加space 没有跟中文有冲突 所以呢 我是有办法做co-complete 比如说我打quire 那它就有quire跟quire 跟quire2m 两个给你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应该不太会 用这种 所谓的auto completion的 这种做法 除了说你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不然的话 你应该是用blockless 去做才好 好 那接下来就是你要去 连接到你的node mcu 打node mcu 你首先要知道你的 连接到一几个complete 我们不是关于driver吗 那个driver 就会告诉我说 我的电脑跟你node mcu 是用哪一个complete 去接接的 所以去选择这个complete 那选择complete 你先可以refresh 如果里面一个都没出现 那代表你没有成功 要从中置关键员开始 那如果说这边有的话 按就按这个open 按了open之后 它就会去连线 然后出现大羽符号 那这个就代表说连线成功 然后其实也会出现 它的这个ramp还有多大 这个程式还可以放多少程式 然后按redoad 就可以把这个程式看到这边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可以 练习的程式都可以储存在 这一颗node mcu 因为这里面就是看到它的档案系统 那这边是我们的Gate脑端 这边是我们的host 就是我现在的notebook 或者你们的pc 这边的都是在你电脑端的 所以你可以电脑端的open 那个file 那个lua的层次都在这边 那你就可以进行去做 传到这边 所以是电脑端 传到我们的node mcu端 那什么叫做传这边 传这个事情 就被用到这几个 后面这几个button 我们刚才讲说这个redoad button 我们如果按redoad的时候 这个 IDE 就会把这个flash里面 它储存的程式码 纳给你看 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传的程式 那怎么上传呢 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 一个叫save to ESP 一个叫send to ESP 后面会讲有什么差别 我先解释一下save to ESP 就是从我的host端的这个程式 就是在这边这个程式 它会 第一个会先做储存的动作 储存在我的flash里面 然后执行 所以做两件事情 先储存再执行 叫save to ESP send to ESP 只有送来这边执行 没有储存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在测试的时候 要不要放这里 很不需要 因为这个版本还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用send就好了 不然这里面有一大堆garbage 一大堆垃圾的东西 你当然也可以删 我会再教你怎么删 你可以去管理 那会对的 但是最好就是 我们先用send to ESP 然后最后成功的 我们再save to ESP save就是你在reload的时候 就会换得到 那么它就永久的出存在 这一个NodeMCU的flash的memory里面 它就是一个DOS的导演系统 就是用FAT16 Fan16做成的导演系统 我们就来看一下 开发的流程 其实就分为下面这个步骤 第一个我们要开启一个专案 我们以前开启专案是用这个 还记得吗? 或者说本来就是有专案在这边 但是我们要开启一个NodeMCU的专案 要来这个地方 然后你有一个专案 或者你一定有 就open一个专案 这个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 它的这个脚本区呢 会出现一个run的计目 这个就是一个compiler的block 就是我们单位会把 这个compiler的block呢 你就把这个计目放这边 然后你这边按一下 这个计目区的这个位置呢 它就会自动compile 大家后面有一个图在这样 所以你开启这个专案之后 一定要看到有一个这个 这个compileblock才是做物联网 就是签计自己的 不一样 原来是用这边的新增一个档案 现在不是的 一定要先开一个档案 才可以写 我们的这个一定要先开出一个这个 才可以把这个计目放进来 如果说你没有开 直接拉计目 那这个会不会产生? 不会产生? 做什么用? 完全没有用 所以第一个步骤一定是做这个动作 或者是开启原有的 一定要出现这个 这个run bloc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开始去拉 我们不是有 这边有八个 互联网 系统 就来这边选 然后来这边抓进来 那当然你说 那这里面的block 都可以用?也可以用 比如说 里面的if else的判断 它的回圈都可以用?也可以用 还有它的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条件的判断? 比如说这个 弯机的运算值 还有运算的部分 都可以用 所以你要做运算的时候 就可以去上面交的这些东西 那来用 那如果说是这个block到这边的时候 它还会帮你编译成对应的程式 所以第二个动作就是拉进来 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都有学过了 那第三个步骤的话 我们通常会储存 就是按照这个名称 或者是另存为 就是我们这个 before是弄的MCU 如果这是温湿度的感测器 那你就写一个温湿度 就是 Your temperature 跟immunity 这个 这个 或怎么样 你就只要改一个名称 这样 按储存 就会储存 比如DST Digital Immunity 跟Temperature 的Sense 好 按储存 待会我们会做一次 那接下来 你储存完好之后 你在这个地方 任何做点击的动作 它就会在你的舞台区里面 会把这个Lua程式产生出来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计时器 它就出现一个Timer 然后这个是说要做读取的动作 它就把读取的这个指令做出来 然后这边就是说要显示或者列印 它就把列印的东西出来 那么这个完全是英文 Lua的所有的语法里面都是英文 Even就是这个中文字 好像不能打 这个是Mind 因为它没有中文字形 在这个显示系统里面 所以这边虽然看来是中文 其实转移出来的一定是英文的 这个Lua语言 好 那接下来之后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 按右键 然后里面有Export 这个Lua file Export Lua file之后 它就会出现 这边这个就会下载到 通常是在文件 在文件的 应该不是错了 应该在Chrome的下载区里面 Chrome的下载区 刚好就是我们的下载区 如果你没有改变的话 应该就在Chrome的下载区里面 那在下载区里面 它同时会把这个程式码 Upload到我们的 应该说我们这个会是政策 我们也会把它放进来 所以这个是存在你的目录里面 那我们就会把它载到这边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Explorer就有了 那最后一步是做什么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Send to ESP 或者是Sale to ESP 我们就可以上传到 NodeMCU这边去执行 这是温室度感 这是看到温度 温度 然后是湿度这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Send to ESP 是上传执行 但不储存 所以可能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都先用这种方式 不然那边你每一个储存一个 那就太浪费了 所以你写凑也储存 写凑也储存 所以不要用这样的方式 那Send to ESP 就是它会上传到NodeMCU之行 同时会储存在Fresh的 然后进入里面 好 那我们还是休息一下这个 所以我们要新建专案 然后create一个专案 要看到这个Complied block有出来 所以依照我这边的做法就是 在这边我就New一个NodeMCU的Project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Complied block 那我们想每一栋的时候做一次 那我们的程式码就会在这边 举例来讲的话 我就说我现在要显示 要列印一些东西进来 放进去 然后我说要显示Hello World 这双引号就不用加了 这直接Hello Hello NodeMCU 好 我们这边呢 当然我们可以储存 然后点显一下 就出现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就开启一个专案 然后呢 去NodeMCU 看颜色 里面 第一个把显示做出来 然后这边就可以出现NodeMCU 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开启案 然后呢 去把一个block 然后点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个结果出来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再来 来 您再暂停 第二个步骤就是要编写程式 那编写程式呢 我们先暂时 没有去把这个八个计目区解释一次 我就先解释一下 这个程式的内容 后面再去把每一个计目区来说明一下 好 外面这个就是要去 刚才讲说做回圈 对不对 所以每0.1秒钟的时候呢 去读取温湿度资料一次 那请问温湿度资料是在地底跟并长 7 对很棒 所以这个要把它下拉4 然后找出7 或直接把7打进去 OK 待会我们要一起做这个事情 好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一秒钟执行这个的时候呢 它会把温度的资料读出来 那温度会放到temperature 这里 然后湿度的话 会放到挺wind的这边 如果说它读的不OK的时候呢 它这个状态就会产生哪一种error 基本上有两种error 一种就是叫time out error 它去读取 根本你就没有那个 那个聘角根本没有印字路感这些 那就产生所谓的time out 如果说是去读取 但是传送的过程之中呢 资料有错 它会就讲说这个check some error 所以这边我们就暂时不看它 通常会对 所以就是把温度跟湿度把它印出来 所以我们就说 刚才不是有个显示吗 create吗 我们就照四个 一个是T 然后等于温度 然后再来是湿度 然后等于这个湿度 那我做一次 然后待会同学也就开始做 所以我先回到我的专案里面 我这边首先去notMCU往下拉 它就有这个time out 然后timeout 放进去 那当然显示是要在里面 所以我们把它拉过来看的时候 就是说我这边有七个timeout 命名从0到6 所以我们选择第0个 然后这边是选择说频率有多少 我如果说要很频繁的话 那我就说有0.2秒 每一次0.2秒就这一次 这当然可以 或者是我希望说不要那么平满 我可以选择2秒 这也可以 一般1秒还不错 所以我们就是1秒1一次 然后再来Sensor 这是我读取温度跟湿度是属于感应 所以要来感应器这个地方 它里面就有一个读取温湿度的值 只是说我们现在有D0、D1 然后D8、D12到底在哪一根呢? 如果说我们这个物联网板子是放在第7根 所以我们选择7这个动作 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订出来 不然我们怎么知道说它到底有没有读出来 现在温度到底是几度这样 所以我就把它产生4个 那我这边就说温度等于 然后把这个temperature放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这边的湿度等于 你可以用小写大写都没关系 我按着Capital Lock 所以它会做这个 把这个湿度把它过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储存 我还没储存键 我也可以来看一下结果对不对 这结果就是 启动一个Timer 然后每一秒钟读这边 做这边一次 注意看一下 它这边有一个叫DHD Read 它就透过第7根定角 把这个温湿度 把数位的温湿度资料读出来 分别放到这些变数里面 然后之后把温度 把湿度把它读出来 这样子 那通常我们会做储存 硬存为 OK 那我们就把它改成 比如说我这个DHD 就这个DHD 我就给它储存在这个里面 因为我已经有了 所以我要不要看一下 我说的样子 那我再直接再做一次 做一个动作 我既然有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右键 然后Export RUA-5 所以它就会 当然我这边应该要出现 我这个是 这个版 没有 所以你看这个第一个有了 对不对 第二个也有 所以我如果这边有开几个的话 它你的这个IP工具就会出现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下载到这个系统里面 那这边 我想我们先做到这边 就是说程式码到这里了 然后怎么让它RAW 这个要做点小小的修改 我们先转给同学 好 或者说我们要先写程式 然后能够储存一个档案 不要多叫Node的联系 那到底搞什么鬼不知道 所以如果是温室度 就会说是温室度的感受器 类似这样子 然后我们说刚才有说 我们在写好之后 在这边做点击 它就会出来 对不对 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就是 这边按右键 然后选择这个什么 这个Expo这个File出来 然后它其实它会储存在你 这个browser所设定的一个 download 区域里面 因为你是在Chrome里面 所以Chrome下载的东西 会出现在Chrome的设定 通常是在下载 就是Chrome的 就是设定为你下载的区域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 其实它就会在这边 自动也出现一份 我刚才讲说你有几份 你就有几个 最后一步就是要去执行 就是按Save to ESP 那你们应该是有一个叫 里面已经有一个叫 应该一个词字在跑了 不过也不会有影响 就是说你这时候 就按这个Save to ESP 我先试给同学看一下 那我这一边 应该也是有很多东西在跑 那这个我先把它暂停好了 所以原来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它应该跑一个 它本身就有一个隐匿点路 那隐匿点路 它就会做自动 现在在自动连线 自动连线之后 你手机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功能 我先不管它 不管它你会出现像这个样子 应该是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就按Send to ESP Send to ESP 你看它就会开始去执行 然后你把这个拿出来 把这个拿出来 你对这一面塌气 你注意看那个结果 你看那个湿度是不是变高了 温度也变高了 就是我手下的温度 我用我的热气去吹它 然后待会有的时候就慢慢慢慢湿 对不对会像这样 OK 所以我们先做到这一边 你一样就是不管它 就把它上转 然后会出现 你对那个白色的温湿润气 那个湿度会感应的很快 然后也会下降 然后那个温度这边有冷气 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快 但是应该有看到变化 所以我们先做这个 那你可以做完第一个 能够感应周遭的温度的一个实验 好 上一下这个计目区 那这个计目区里面 第一个就是感射 感射就是我们迁入式系统 我们这个Micro-Processor在这个地方 然后要把这个周遭的这个讯息 比如说Temperature也好 或者是这个耳光的这个资讯 或者是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造的东西是什么颜色 我们就把它读进来 这叫Input 通常我们就叫Sensor 或者是这个感应群 那不管是 你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 都要有Sensor 硬体本身 然后第二个是 这些Sensor的资料 已经透过PIN角 哪一根PIN角读出了 所以你注意看 这边基础都是在跟PIN角有关的 所以比如说我们读入这个D几根 比如第0跟PIN角的值 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D0到D8 还有D12都可以规划成输出或输入 那么我们首先应该会 这个你们下次看应该会在第一个 我在做的时候它是放在第五个 首先我们会去把P0跟PIN角 然后改成Input 因为感测嘛 所以要把那根PIN角设为Input 因为Default值不知道是Input还是Output 我现在要输入的话 我就要做这件事情 设定它第几根PIN角为Input还是Output 如果感测去的话 这一定是设为Input 那有了之后我们怎么去读取 其实用这根就可以了 就读取它的值进来 那么数位的不是0就是1 你用读取的话就不是0就是1 这个是数位的方式 那也有类比的 类比的话就是我们讲那个A0 我们这边因为只有一根角A0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用再选角位了 就是只有一根而已 所以就直接从A0把资料读进来 这个0就不用去选择 以后如果说有更多人的跟角 可以做数位的时候 我们才去选择 跟这个一样 就选择P几根PIN角读进来 就有点会像这个样子 这一根就直接读出来就好 那么这个就是回报嘛 它是类似的 但是就是要放在 比如读完之后放到变数里面 那这个可以嘛 读完就放到这个变数 读完就放到这个变数 那我们如果说要放在另外一个变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设定哪个变数 然后把这个读取来词放进去 所以这两个都是在做那件事情的 然后再来我们温湿度的感受器 这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这个晶片本身就提供一个叫OneWire Protocol 那OneWire Protocol它就是把这个温度 湿度这个资料 封装在有点像一个风包里面 然后通过OneWire的话就可以把它读出来 那这OneWire的Portacle就是你要去学说 我要怎么下命令 然后它怎么去把讯息读回来 那么它就是把这些复杂的过程把它隐藏起来了 所以你只要有这个block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是第七根 就从第七根脚位里面 把温度、湿度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变数里面 读出来然后放到这个变数里面 那这个temperature decimal跟Hanguid decimal 通常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有没有支援时数 就是Frooted Point 如果没有支援的话 那么小数点之前跟小数点后 都是一个整数 那它就会放到temperature 就是这一块而已 如果说它没有支援时数的话 那小数点的部分就会放到这个temperature 的 decimal 这一块 同理湿度也是一样 那因为我们的系统有支援时数 所以这个就没有用 这个就没有用 那再来就是这个Status Status就是你读出来到底有没有读成功 如果不成功的话 那什么原因不成功? 它就会放到这个Status里面 那你就可以去跟这个做判断 跟这个做判断 DHD里面它讲说是Tressa Mero 还是刚才讲说这个Timeout 就是说我要去读 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料给我 这叫Timeout 所以这个读取其实就这样子而已 那这边是物联网会用到的 我们暂时就不去解释它 物联网的时候必须要设定一些支援 那你就不去判它 那我们刚才其实这个例子就是这样子 我们读取温室度的感受器 你看刚才大家可能每个人都在两分钟之内就可以做完的 你就是设定一个Timeout 然后第几个硬体的Timeout 有0到7 然后呢 多久频率 你可以给它改成500 它读取的速度就比较快 这边就可以设定的时候是一次还是多次 这个Anon Auto的话就是会做多次 它一直循环 每一秒钟就一直循环 那你大概也可以暂停 后面会教我怎么去暂停它 就是说你如果放到什么条件的时候 这个就要把它暂停 那到底要怎么做 所以每一秒钟读取温室度一次 那我可能在那个例子里面 我是接到第12跟PIN讲 所以是PIN12 以我的IoT LUMO这边就是第7个 然后就把它映出来 检查一下 而且这个要在这个Block里面 刚才我看有些学员就把它装在外面 那就搓了 因为你永远看不到它 不知道大家怎么知道对来错呢 所以这个PIN就是一个Debug 就是显示这是DebugU 这个转弯之后 LUMO Pro就长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现在呢 就create一个TAMER的硬体的物件 然后它是Anon 然后第几根TAMER 这个0就是在这个地方 第0跟TAMER 那我这个谁记得住 第0个是什么 第1个是什么 然后后面就是说你 第2个就是说我多久要重复一次 这样 然后是不是自动 然后这个Auto就是 这个回线会自动一直做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那要做什么呢 这里面就是一个Function Function其实不好意思 我们那个Block里还没有讲到 所以说它里面就 这个时间到了 就是去call这个Function里面的诊字一次 你看这个DHT.312而已 就是把我们这边是7 把这个物件 TOMER1Y的Modernacle 把这个DHT.312跟Pitch的资料读出来 读出来之后就分别放在这些变数里面 在LUBA语言跟其他语言不一样的是 它可以Modiple Assignment 比如说我如果说我写ABC 然后等于0 那代表什么意思 0放到ABC里面 我也可以写ABC 然后等于123 那什么意思 1放到A 2放到B 3放到C 以前你其他语言的时候 就要分三条来写 我们的这个程式有一条就好了 你的程式才不会落落等的 如果这个很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要分三条来写 所以这就是一样 它读出来的东西就会放 它你会问说 老师如果说ABC 我这边脑子是靠卡丁 如果说是1234 那我不管 123可以储存4就没有人收 就这样子了 你如果说要收13 那这边要放一根杠 就是说我没有变数就是一根这样 那它放过去没有就算了 那这A跟C是变数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那这个在我们接下来的 Lua的脚本程式里面就会做到 Lua它是一个很棒的语言 可以来做分目量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棒的语言 可以加上一些故意加上Game 它有一些Game的Friend Work 可以做 但是我们这个是要训练 物联网的程式语言能力 所以在Game 这一块就没有多做 但是你如果说也要玩Game 那这是没有问题 这个原色很棒的 好 那第二个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自动区 我们现在可以让这个LED灯闪烁吗 那闪烁的频率可以改变嘛 就要用到所谓的自动区 那反正你其实就想着说 我们这边有微处理器 然后呢 这边有一些PIN角出去 然后就是有东西我可以去控制 其中呢 这个PIN角有接到一根LED灯 就刚好在我这个板子里面 所以第一个动作 我们就是把这个PIN角设为Output 在感应器里面要设为Input 接下来就是说 我可以去设定哪一边为High哪边为Low 比如说我现在第0根跟第4根 就直接就可以看 那如果用到第12根 就可以让它叫一声 然后停一声 叫一声停一声 所以你待会可以 同样的我们可以把那个PIN角 如果改成12的话 那么就可以听到P B B B 不会是B 这样 用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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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的这种方法一讲 带我们同学可以试试看看一下 然后PIN角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里面会讲到 所以我们暂时不用讲 这就是我们在那个广告口号里面的 变频冰箱 变频的契机 它的用的作法就是省电 那为什么会省电 就是用所谓的PIN角的方式去做 那我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会介绍 PIN角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 它叫变频 变频就是很欺骗顾客的一个 你听过变频 那谁知道变频 我们100个里面可能就只有一两个知道什么是变频而已 那你就听到变频就省电 变频就省电 那变频你钱就给我就对了 这就是我们广告里面常做的事情 那这个PIN角这件事情呢 我们会在专门的课程里面去介绍 所以你只用到这两根就足够了 一个就是设它为Hotor 然后给它指高还是低 接下来我们就说我们要去做HoloWord HoloWord不是印出HoloWord 当然我可以印出HoloWord 但是在我们签设计系统里面 没有办法Print这个事情 所以闪烁就是我们的HoloWord 叫WinkingLED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假设我们说0跟4都是 所以这次我们用4 因为你可能自动连线有用到 所以你可能用4 就是设PIN4为output 所以我可以设0或设1 那因为我要让它闪烁 所以我要知道现在什么状态 现在如果说亮的话要变暗 如果是暗的话要变亮 所以我要记录状态 记录状态就是用变速 对不对 绿色就是在NodeMCA那个里面 NodeMCA那个机器里面 去打过来就好 然后再来这个应该是在那个Ctrl里面 但是我在NodeMCA也加了一个 所以这个Timers就是一样从那边打就好 好 这边就是真正的逻辑 只是一个If-else而已 所以我现在如果说是 我们假设0叫不亮好的 亮跟不亮 反正你闪烁你也看不出来 如果0叫不亮的话 如果说现在是不亮 我就把它点亮 所以就设说我现在是亮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是1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是来的时候 它会不会是等于0 不会 所以现在是如果是亮的话 那么我就把它变暗 变暗就把它变为0 然后我把它是紫色为0 OK 所以怎么做呢 那就很简单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 当然这个已经储存了 所以我们就再造第二个 第二个专案 就是第二个专案 这时候我们是要用自控区里面的 那里面当然就是设这个PIN 其实我们... 我刚才同学对这个很困扰 我们其实是不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上去 那我按这个可以... 可以不要 可以... 你看我就可以把它取消掉 所以这个是Untu跟吕度这样 把它就又回来了 所以我们就把第四根PIN 角设为OPEN 我要去控制那个LV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会用到HIGH或LON 所以我们这边先预备一下 设定它为OPEN 但是第四根PIN 我可能也要设为HIGH 或者是按右键复制 我可能要设为LON 我们先把它保留在这边 那我们说这个Node MCU里面 有往下拉有一个Timer 本来应该在控制区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拉进来 我们可以铺定要放在里面 到时候再放就好了 OK 但是我说我这个 只要做一次的就放在这个LUF外面 因为我把它设为Output 在LUF外面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要设变数 设变数这边就可以了 拉过来 然后放在中间 我们把这个A 这个点一下就会改变名声 LED 等现在的值 然后把它设为0 这样 这状态一开始是0 如果是0的时候 然后我又来控制这个地方 如果 左折 那接下来就要判断 判断就在运算里面 所以看它是等于多少 如果LED灯 把LED的状态值等于0的话 那我们要做什么 把它设为Hi 然后同时要记录什么 这个LED是1 我们可以复制 错了 我们可以判右键 然后只复制这个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所以它Hi 我们就先记录说 现在是在Hi的状态里面 否则呢 把它设为0 然后这一样 这边是为0 所以我按复制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设为0 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放回去 然后点一下 可以先看一下 拉安对不对 所以看来好像不对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储存 另存为 就是LED Blinking 我就已经有了 我就不用再去 再浪费一个值 那有了之后 我们就按右键 然后Export出去 那一样 这边就会出现 当然是DHD 这是LED 稍微看一下 首先把Pin角式设为Output 然后有一个变数叫LED 我们的变数是动态的 所以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去做热门的设定 然后每一分钟做一次 让它做闪烁的动作 另外这边也会有 我们就用这个来做判例 我把它 这个是Reset键 通常是说你不要执行了 我乱掉了 就按右键这样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这是物联网的东西 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就把它Send Send就好 你就注意看一下 我们这边 Hello Hello 我只能把速度变快 速度变快的话 其实就是在这个 这是100个mini second 我如果说把它变成100 这是0.1秒 对不对 我现在一样可以把它再送过一次 有没有变快 好 那这就是Debug 每个速度快跟速度慢 速度中间 就是物理网除错一个很重要的一致 它里面没有Display 所以就是这个闪烁灯 还有Rock Store 我刚才闪烁灯 如果说是从快到慢 然后到静止 那就是对 Hello 不是 你就说在什么状态的时候 出错 就是出错里面的状态 好 我们就开始写Hello Hello Hello 就是让你的灯可以做闪烁 好 那我就转给你 有没有需要再讲一次的吗 好 我们就在做 其中间也做一下 基木区 这个Node的MCU的基木区 是一个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有设定变数 我们就不用去make一个variable 然后再做什么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边 按这个键 还可以多个变数 就是说我们首先 这边就是把它减少 然后这边就是把它增加 所以我们只要看到这个符号的话 我就可以尽情地按 尽情按完之后 我就可以把东西把它塞进去 所以另一支资料 我们要说我们列印四个 就在这个地方 贴选44就可以了 好 我们一样 然后把这是单一的变数 我们可以多的变数 这个做什么 就是说ABC都是相同的值 是选择这一个 这个是不同值 ABC 然后要放不同的值 我们就选择第二个 我们也可以选择字串 就是说我们这个A 不是数值而是字串 我们就可以说设这个为字串 这也可以 后面我们会用到几阵键盘的时候 会用到所谓的串列 List 串列我们还没有讲 我没有关系 这个是尽量不要用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好的功能 如果说你自己设定的变数 你要用这个 当然也可以 好 那这边是区域变数 这个区域变数 就只有在某个区域里面有用 我们刚刚还没有讲到 这个可以照Function 就是Function我们还没讲 所以先预告一下说 以后有这个Function 那怎么执行Function 这就是呼叫Function 所以我们建了一个Function 然后呼叫过去 等于说我这边建了一个Function 那我这边就是执行 执行他一次 我们说执行他一次 扣这个一次 然后这边人家就执行他一次 所以这一块就是共用 我们如果说把这程式码放下来 程式码放下来 它就变成多落存 所以我们这个Function 就是把常用的东西 变成是一个Function 然后我这边再去呼叫它 使用这个Function 然后把这个参数带过去 那Function里面可能会回传值 所以我用这个回传就好了 有时候我们要把数值变成字串 然后要把这个字串变成数值 我们就用这两个block 这两个block 那这个就是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把这个123 这个字串 然后就放到这个number 那就变成123 很简单 然后这个如果说是123的数字 那就变成字串的123 那这个你可以试试看 就是在我们后面的地方都会用到 先介绍一下会用到 near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要比较一下说 它到底有没有赋予它值 near就是一个变数a 然后里面都没有塞任何值 没有塞任何值 这时候就是near 我们可以判断说a是不是near 通常我们在网络 比如说我们这边等着网络 它是一个服务器 所以我们这支手机可以送命令到我们这个服务器里面 可能它会送错 比如说送个near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判断说是不是near 如果是near的时候我们就不做这个事情 待会我们就会用wifi的方式来解释一下 好 那最后一个区域我们要介绍网络区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连接到我们的一个gayway 这个没有关系 待会用我的来连也可以 我忘了把我的4gayway把它拿下来 那个代行你要不要去楼上去 我应该是放在桌子上而已 我们的4gayway 然后再把我的密码和ID把它放上去 待会我们要让你的node mcu 连接到我们的4gayway 那就可以直接往到internet里面 这只有几个记目而已 一个就是设定你的node mcu 它是要当access point吗 还是要装station还是要都要 那我们通常它是一个station 它就是一个client 可以连到网机网路的 就像我们手机 我如果开分享那是AP 然后别的手机就是station 可以连过来 所以首先我们就告诉我们自己 说我们到底要去做什么 待会我们要设定它为station 然后之后我们就要去连线 我们station就要连到网机网路 当然我们会有个4gayway 那这个4gayway里面 你要告诉我们它的连线账号是什么 它应该是叫做sirt 就是我们中心 然后它是行动的网路 所以叫moco 然后password password 待会我们就写在那里面上 然后这个连上去之后 它不一定它要试着去连 不是马上就连得上了 所以我们如果连上之后 我们去抓IP它就会有值 那如果还没有连上之前 你去抓IP它会是什么 near 这个near字就有了 所以我判断说它是不是near 它如果说已经有给我一个IP了 就不再是near 代表说我已经抓到 连到这个网机网络了 那IP就有了 然后它的内容的mask 通常是2555.255.255.255.0 然后gayway就是它怎么出去的 这个gayway的IP 那这个后面的自动连线 就是你连这个都不用做了 这是我们中心的端定 就是说我们用个自动连线 它就可以自动连到我们的gayway 所以在我们讲物联网的时候 就会用到 这个是说自动连线成功之后 再去做里面的东西 这个是说自动连线 制的自动连线 然后接下来你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同时在做就对了 所以我们的网络连线怎么做呢 所以首先我刚才讲的是 我们首先把我们自己设为station 然后密码都在这里了 完全没有连线的 我们连线的设计Moco 我们还是写一下 有些人带手机的 然后密码是Socket 3280 也可以用一下 这边就是我们照一个timers 然后每一秒钟检查一下说 我会不会连上 对不对 选择要为什么连上 就读IP 读Name Master 读这个Gayway 然后我们就把它秀一下 如果说它没有连线成功的话 IP是什么 就是near 它会印出near 如果它不是near 代表说我已经连上我们的4GGayway了 我就可以连到网络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ID秀出来 然后同时我们可以stop 这个D0的timers Timer stop 然后D0的timers 那么这个就不会执行了 OK 我们想说这个是每一秒钟做一次 然后做完之后 如果说已经连上线之后 我是不是不需要再每一秒钟再做呢 我就把这个timers打住 好 那我就run一次给我们同学看一下 我们就还是你们自己可以 我看还有多少时间 我先把总结 然后我们再来做 那我们这一张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介绍了NodeMCU的软顶 有了它的分位 这是分位我们中心做一些手脚 还有硬顶 硬顶就是外面买热心的设备就可以的 我们自己有开发Rummo的PCB板 就可以配合机器车 然后这个我们有介绍到Rummo用到的工具 首先我们要装Driver 这个CP2102的Driver 就是要把它放上去 然后有NodeMCU的Flash 我们建议同学不要做 然后我们有使用ESPPoder 去下载到NodeMCU里面 然后用Snap或NodeMCU开发程式 我们也做了这个闪烁 也做了这个温时度的感受器 那我们最后要做一个这个WiFi的连线 好那我要做WiFi的连线 所以我就 今天会不会有点要弄大 好那我一样 这个BlinkingLD退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先开专案 因为有一个Project 这是变成说我们如果要做 住屋互联网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一个Complied Block开始 那你可以把这个拿掉 然后再Send as 也可以 这个是OK的 有了这个空的专案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我们网路里面了 网路里面呢 我们首先要先设你要做什么 对不对 WiFi Mode 所以我们就把WiFi Mode设为Station Mode 然后呢 我们要来连线 连线到这里面 然后我们讲说 我们连线呢 就是SIRD大写 然后这个一个简号 然后Mobo 它是这个Mobo 密码就是Socap3284 这就是我们的初始的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Timer 去判断有没有读到 读到就先把它抓紧来好了 然后我们就去 这个NodeFu里面有一个Timer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列线出来 我们就做一个Timer 这个Timer里面呢 我们就去读它的IP 然后读完IP的时候 我们去检查看看有没有连线 如果 如果有连线怎么办 就是等号 所以如果IP等于Near的时候 Near刚好又在这个地方 Near 抓过来 如果IP等于Near 那要做什么 就继续做 不等于Near代表有 所以我应该再加上一个Nob 就是说我在这个编书里面 我加上一个for 不成立 Nob 所以就把它 它不等于Near的时候 它不等于Near的时候 我要停止 我先把它印出来 先把它IP印出来 显示这个IP的内容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得到的IP是这个 然后呢 我要停止这个 这个0 这个Timer Timer 0 这件事情就要叫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Timer 0 没有在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地方 那就是说我们不常用的东西 我们是把它隐藏起来的 所以我们这边要来infoTimer Library infoTimer Library之后 Timer就会出来了 我们用到所谓的Timer Stop 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刚好是0 我如果这是1的话就是1 所以是0 所以我们再把程式看一次就是说 首先我们去把我们自己的Nomcu 设为说我是一个climb 要连到一个AP 然后AP的话你要告诉我 你是要连到哪一个AP 叫Sermoncu 然后我的密码是Sake Salafas 这边就是说 那我一下就连上吗? 当然没有 所以我做一个回圈来判断一下说 我有没有连上 连上的话就把它暂停 所以每一秒钟 读取我们的这个IP一下 如果说没有连成功 IP就是Near 所以IP如果不等于Near 如果不等于Near代表连成功 其实你也可以再足措一下 这样除措一下可能比较好 不管怎么样 你就把它印出来 这个就是把这个IP印出来 我们首先读这个 然后把IP印出来 那这边可能都印出Near 直到这个成功 那我可以计数有几个Near 就是到底要几秒钟之后才连上 一样我们把它要连存为 连存为什么? 我们就叫WiFi WiFi连线 我们按除存 OK 变成WiFi 然后我们就compine一下 就得到这个WiFi的程式码 WiFi的程式码 你要按右键 就会 就会 往到我们这边 这边来 这样子 那我就用这个 那这个程式码在这里 那这个程式码在这里 那我就来Run一下 Run一下 我们用Send to ESD 就不用储存在这里 Send to ESD 现在在连线 连线 现在是Near 1秒、2秒、3秒 第4秒就连线成功了 我现在的IP是这个 那连线成功之后才叫物联网 才有可能成为物联网 不然的话就不是 我们就来看有几个Near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 我们也来 因为要进到Lua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 这边就是说 我们使用WiFi的 Set Mode的这个功能 然后我们把它设为 我们自己是WiFi的station 然后再来我们Complete 我们要连到 Send Mode 你看这是置串 然后Socket 3280是我们的密码 所以我们就输入我们的密码 然后之后就启动一个Timer 然后使用地理和Timer 然后每一秒钟做一次 然后永远不断 会执行后面这个内容 那这个内容是每一秒钟 每一秒钟的时候 读取我们的IP WiFi Station的IP 那如果有的话呢 它就会是一个 那个什么点什么点什么 这个4个by的内容就对了 我们就把它印出来看看 通常是Near 为什么要印你也刚才讲过 就是说你要等多久 你这边有10个Near 你也可以等10次 那如果说Near的IP等于Near 就代表说它不是Near 它不是Near的话 那么就把这个IP印出来 就是这一块 把那个IP把它印出来 然后最后把这个Timer Stop 出来 它就会暂停 就不会再出现Near 这样OK吗 所以我们就学到就是说一个叫Block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用Block的方式 这是用Block方式 简单容易明瞄不要距离法 然后这边能产生某个Code 然后Code才会生正直心 而且也可以跑到很多个地方 OK 所以是你可以 这个有夫妇长来的话 恭喜你们 你们有两天 就这样可以一起玩这样 好 那我们剩下的时间就让同学练习 那你做好之后就可以离开 你没有放到T上 都可以离开